有这样一位身材娇小的菲律宾女人 她自称是中国媳妇 征服了近八千万菲律宾人 当上了这个国家的总统 在其八年任期内 曾出访我国多达15次 亲自主持签订了多达65份中非双边协议 她不惧美方威胁 因力挺中国而含冤入狱 在治理国家层面 她始终把民众的疾苦放在工作守卫 以刚柔并济的手段 和平解决年轻军官的叛乱 那么这个女人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的 她与我国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今天我们就走进被称为 亚洲铁娘子的菲律宾第二位女总统 格洛利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领略其铁娘子本色 进入主题之前 希望您可以长按点赞两秒 并关注一下 给我一个支持 阿罗约有许多身份 在她成为菲律宾总统前 她是菲律宾前总统马卡帕加尔的女儿 马卡帕加尔在担任总统一职时 非常清廉正义 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 因此也被菲律宾民众 一直视为菲律宾最杰出 最受爱戴与尊重的总统之一 阿罗约出生时 马卡帕加尔虽还未成为菲律宾总统 但她已是一名成功 受人爱戴的出色律师 出生在这样门第显赫的家庭 阿罗约可以说是从出生起 便赢在了起跑线上 而马卡帕加尔 从小就注意培养的阿罗约的平民意识 这也为她少有大志 埋下了基础 在阿罗约五岁那年 她有一次跟着父亲外出旅行 在街头看到一个乞丐 正在垃圾堆里 翻找别人丢弃的面包吃 当时的阿罗约对这一情形 感到非常不理解 询问父亲 为什么这个人会没饭吃 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现在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 只有我们的国家富强了 每个人才会有面包吃 那次对话没过多久 马卡帕加尔便将阿罗约 送到乡下和外婆一起生活 想让他更好地了解到 底层人民的生活 阿罗约在体验乡下生活的同时 也没落下功课 年少时的他 一直是学校里的佼佼者 并且从那时起 他就表现出和其他孩子不同的特质 做事果断 雷厉风行 后来 马卡帕加尔成为菲律宾总统 阿罗约在父亲的影响下 以及从小在乡下 对底层人民疾苦激烈的了解 他逐渐新生远大志向 18岁那年 阿罗约以优异成绩 考上了著名学府乔治敦大学 在此攻读外交事务和国际金融 并在几年后 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 阿罗约为了追求更高的学术境界 从一名学生变成了一位大学老师 后来成为了一名助理教授 21岁时阿罗约与出身名门的律师 何赛阿罗约结婚 而她的丈夫竟然还有一个不一般的身份 那就是菲律宾国父 何赛黎刹的后代 就这样 已经不再是菲律宾第一公主的阿罗约 其家庭背后 依旧是没能少去身份的赘述 但阿罗约此时对这些身份毫不在意 即便是父亲 没能赢得连任的机会 他也没有选择此成副业 而是在大学担任教师后 又尝试了专栏作家 主持人等职业 1969年 阿罗约的身边迎来了小生命 她成为了一位母亲 虽然此时的阿罗约 一心沉浸在其他领域 以及照顾家庭当中 但她受父亲的影响 依旧对国家大事情有独钟 她并不满足于安逸的生活 毫无波澜的校书生涯 不是她所追求的 宁静的校园和平淡的家庭 留不住她时刻准备 斩吃欲飞的鸿湖之心 在阅读过父亲的回忆录后 阿罗约的政坛生涯 悄悄拉开帷幕 她开始为报纸撰写专栏文章 很快就以独到的观点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声明确起 这时候 阿罗约想起了小时候 遇到的那个乞丐 以及父亲所说的那些话 于是她决心 继承父亲未完成的心愿 打击贪污腐败 带领菲律宾走向富强 保证人民有足够的粮食吃 1986年 奉行独裁的马克思 在民众的唾骂声中 黯然走下权力最高处 菲律宾由此迎来了首位女总统 阿基诺夫人 在家庭雄厚的背景下 阿罗约靠着自身所拥有的卓越才能 很快就得到了阿基诺夫人的重用 被提拔为 冒工部部长助理 但当时的阿罗约 对官场上的权力争斗 并不感兴趣 一门心思都在国家建设上 短短数年间 阿罗约就凭借着自己雷厉风行的作风 不仅取得了突出成绩 还为菲律宾民众所熟知 随后 阿罗约决定 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他一路高歌猛进 从最初的工业部副部长 一路成长为国会参议员 选举皇后 到了1998年 阿罗约靠着他严谨自律 和亲民爱民的作风 顺利成为菲律宾副总统 我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 没有要当一个伟大总统的宏伟梦想 但我想当一个好总统 在埃斯特拉达黯然离职后 在民众间拥有着良好形象的阿罗约 如约成为了总统人选之一 他以东方女性惯有的谦逊 向他的人民做出了这般庄严的承诺 2001年 阿罗约成为菲律宾第14任总统 同时 他也是第二位登上菲律宾总统宝座的女性 就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 虽然阿罗约身材娇小 但他却毅然扛起了一个国家的重担 也挑起了菲律宾全民众的希望 阿罗约接下重担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惩治腐败 提高官员们的整体道德水平 国家要想发展起来 社会要想有一个良好干净的环境 那么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官员 就要行事清廉 阿罗约要求各个部门 避免和他的家族有任何生意往来 希望所有内阁官员 都不要犯以权谋私的重大错误 在官员的选拔上 阿罗约明确表示 其标准要看品行成就方面 而不是看他们与总统的私人关系如何 阿罗约认为 他们这些人当官的权利 都是人民所赋予的 所以他们的责任 就是为了人民做事 将自己的权利化作贡献 回馈给人民 阿罗约说到做到 为了将之前高层们铺张浪费的行为给杜绝 他取消了许多以前不合理的规定 和传统做法 一次 阿罗约主持的会议 一直到中午才结束 因为在上一任总统期间 会议开到这个时候 定会安排一顿丰盛的午餐 于是 当时的教育部长 就询问阿罗约 中午要吃什么 阿罗约言简意概地回了五个字 什么都没有 随后便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会议室 而阿罗约早在刚上任时 就下令收回了配给政府部门的豪华轿车 果断地对高层官员的铺张行为 进行约束 阿罗约在整治官员行为时 是不给任何人留有情面的 虽然他在成为总统的过程中 得到了许多盟友的支持 其中不乏有军队和警方的人 但对于这些曾支持自己的人 阿罗约没有一味地因报恩而迁就下去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维护他们的利益 在顺利站稳脚跟后 他断然宣布 自己曾经欠下的恩情已经全部还清 之后他要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权利 紧接着 阿罗约真正的铁腕手段 展露无遗 他不仅整肃了军警队伍中的腐败现象 还下令严打参与犯罪的军警 社会治安状况 很快就得到了很大改善 此外 阿罗约还在其他方面下足了功夫 在教育方面 他建设学校 提高教师福利 在经济方面 他推动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 为穷人开放市场经济 在住房方面 他努力限制城市土地价格 是底层家庭能够支付得起的 社会化住宅占比40% 阿罗约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成功让菲律宾的社会经济发展 有所起色 菲律宾人民的平均薪资 在前一幕话中 逐渐上涨11% 外国投资也增加了26% 阿罗约没有辜负人民们的希望 他也因此 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与赞赏 除了这些之外 阿罗约在处理突发事件时 也表现出过人的谋略 和高超的智慧 那是2003年7月27日凌晨 大约有200名低级军官 和士兵发动兵变 袭击并占领了一座大厦 同时 还在该大厦周围 安放了大量的C4炸药 一开始 即便这些兵变士兵 将面临部队所采取的围剿行为 也不听阿罗约的最后通牒 选择一意孤行 为此 阿罗约并未直接下令采取强攻 而是将最后通牒 往后推延了两个小时 与兵变士兵进行谈判 最后 处乱不惊的阿罗约 在20个小时内 以刚柔并计的手段 和平解决了此次叛乱 包括70名军官在内的 296名兵变者 在当天便同意 回到军营 听候军事法庭的审判 阿罗约的一生 可谓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一路走来 遇到过许多荆棘阻碍 但难能可贵的是 他即便攀上了权力巅峰 也没有忘记初心 带领战后贫穷落后的菲律宾 走向繁荣复苏的同时 还担负起中非关系 推动者的角色 推动中非关系不断向前 2004年 在阿罗约连任总统不到一个月 菲律宾卡车司机 在伊拉克被绑架的消息 传入菲律宾国内 煞时间 国内上下一片哗然 阿罗约事事 以菲律宾人民的利益为重 于是 即便会有得罪美国的风险 他也毅然决定 将菲律宾军队 从伊拉克撤回来 虽然阿罗约此举 确实是得罪了美国 但他却赢得了 800万菲律宾海外劳工 与国内人民的心 自此之后 阿罗约也不再一味地 让菲律宾依赖美国 调整了外交政策 巧妙地周旋在各国之间 阿罗约第一次到中国 是在1975年 在菲律宾还未与我国 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 阿罗约就作为创始人之一 成立了非中民间交往组织 非中了解协会 该协会至今都在 两国建交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 后来 阿罗约成为菲律宾总统 仅在2001年到2009年期间 就出访我国多达15次 在2008年 我国汶川遭遇了一场巨大浩劫 一个个家庭瀕临破碎 无数房屋化为一片废墟 在劫难发生的第一时间 得知消息的阿罗约 就下令 菲律宾官方为四川 提供10万美元的现金援助 之后 阿罗约在出席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前 乘坐专机来到四川 亲自慰问受灾群众 而他也是首位访问 我国地震灾区的外国女总统 阿罗约到达的那天 天气温度非常高 但是他没有任何怨言 顶着满头的汗水 亲自走进都江艳势的最大安置点 看望受灾群众 并祝福他们早日康复 除此之外 阿罗约回国后 继续为四川灾区募集捐款 在地震发生后的三个月内 菲律宾民间总共捐助现金 3329万人民币 以及6760顶帐篷 同时 阿罗约新系四川儿童 还特意向他们 赠送了价值20万人民币的食品 为了帮助这些孩子 消除地震 带给他们的心理创伤 阿罗约还专门邀请了 100名四川灾区的学生 前往菲律宾 并亲自接见了他们 阿罗约对中国的好 不是表面功夫 而是发自内心的 在2009年的 第十届世界华商大会上 阿罗约对着在场的 三千多名华商 发表自己的肺腑之言 他说 他的祖先来自中国福建省 他先生的祖先 也来自中国福建省 所以他可以骄傲地说 他们和他们子女的身体里 都留有中国人的血统 最后他激动地表示 我以身为华人媳妇为荣 中非关系 在阿罗约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 提升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但是一向蛮不讲理的美国 怎会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曾经的盟友 与我国关系亲密 并且 阿罗约承治官员贪污的举措 也让许多人心生不满 国内纷纷出现了反对他的声音 因此 在多方势力的推波助拦下 阿罗约于2011年 被指控挪用数亿资金 虽然阿罗约对此指控 坚决否认 但他还是被逮捕羁押 直到五年后 杜特尔特成为总统 他才被无罪释放 重获自由 纵国阿罗约 这一步步走来的辉煌历程 虽然有过低谷 但他从未向强权低头 亚洲铁娘子一称 当之无愧